考慮到公眾因應疫情提升了對樓宇排水系統的關注 以及因為經濟畢竟令建築業界失業率上升 政府早前透過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推行了一項為期24個月的特別措施 視察大廈外牆的排水系統 現時視察計劃已經為建築業界創造了大約80個職位 歐爾署同時也聘請了20名人員 隨著歐爾署將為視察計劃批出更多顧問合約 餘下的職位會陸續落實 此外因應視察計劃的實行 與其將會有個別的樓宇 需要為它的外牆排水系統進行修緝工程 估計略業界帶來可能是2000項不同規模的維修工程項目 視察計劃已經在今年的6月開始實行 預計在2022年首季我們會完成大約2萬狀的 住用或者綜合用途私人樓宇的視察工作 並且在其後的6個月之內完成相關的跟蹤工作 直至今年的9月底 歐爾署的顧問公司已經視察了大約1,100狀樓宇 發現部分樓宇的外牆排水管有欠託之處 包括排水管滲漏或破爛 錯誤接駁排水管等 歐爾署正在檢視顧問提交的報告 並且會按情況根據建築物條例 採取適當的行動 例如是發出群務收緝令 著令有關的業主進行所需的收緝工程 從小財船中並會提供 對, 公民投資理論 和改善的影響 網路並blaza,公民投資研究 所以, 公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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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投資 公民投資,公民投資, 公民投資,公民投資 公民投資,公民投資,公民投資